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生活菜园 现在是8月下旬 我最近开始陆续采收了 今年后院春播以来的第122种果菜 它就是黄酸姜 也称姑娘果 或者灯笼果 相信看过我视频的老观众都知道 大概在两个月之前 我介绍过一种尺寸较大的 味道酸甜的绿色墨西哥大酸姜果 给各位种菜的朋友 之前那个墨西哥大酸姜果 我是用超市买的新鲜酸姜 抠种子播种的 而今天介绍的黄酸姜 我是买来的种子包种的 基本上所有的酸姜 不论是从超市买新鲜的果实 抠的种子播种 或者买种子包 都是可以正常收获的 严格来说 所有这些不同的酸姜 都属于同一个科属 即茄科酸姜鼠 它们的特点都是小果实 外侧都有一层包衣 像灯笼一样 而内部的果实味道 大小包括植株的生长习性 成熟时间略有不同 所以今天着重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种小的黄色酸姜果的生长过程 这种黄色的酸姜果 在西方国家很容易买到 它的英文名称叫做ground cherry 和墨西哥大酸姜不同的一点是 这种绿色的小酸姜味道是甜的 因为我今年的菜地已经全部种满了其他蔬菜 所以我把这种小黄色的酸姜 今年全部种在了花盆里 一共种植了20盆 其中两加轮的花盆种一颗 五加轮的花盆种两颗 根据我以往种植酸姜的经验 如果您院子面积比较大 种酸姜种在地里的话 那么一颗正常的黄色酸姜果 可以结数百个果实 而且在气候温暖无霜冻的地区 某些种类的酸姜是多年生作物 可以顺利过冬的 这种黄色的小酸姜 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25摄氏度左右 温度低于15度 通常是不会开花授粉成功的 遇到霜冻 整颗植株会直接挂掉 这种黄色的小酸姜成熟比较快 通常从播种发芽到第一颗果实完全成熟 只需要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但是与绿色的大酸姜不同的是 这种黄色的小酸姜 植株生长侧枝比较多 如果您是盆栽种植 那么您可以将底部的侧枝剪除 将养分集中供给中上部的枝叶果实生长 如果您是地栽酸姜 在养分确定足够充足的情况下 侧枝不修剪 它依旧可以接出数量丰硕的果实 在酸姜的开花结果期 记得定期使用磷甲肥 做到薄肥禽湿就可以了 正常情况下 像这样一颗盆栽的黄酸姜 产果基本上在50到100个左右 如果是养分充足的地栽酸姜 一颗植株产几百个果实是轻而易举的 在采收这种黄色酸姜时 与其他种类的酸姜不同 完全成熟的果实会自然脱落 所以现在成熟的时候 每天早上走到院子里 就会从地上捡起很多成熟自然脱落的果实 或者轻轻摇动它的主径 很多已经成熟的果实 也会自然地掉下来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 里面的果实是橘黄色 而且有一种浓浓的果香味 表示这颗果实已经完全成熟了 成熟的黄酸姜果 清洗干净之后是可以直接食用的 我每年不论是在地里 或者在花盆里 都会种植不同种类的酸姜 这也是我在后院 最喜欢种植的野果之一 基本上不需要怎么管理 种植非常的简单 如果您有兴趣 就来尝试一下吧 感谢您对会生活种菜频道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